126体,酒精完全燃烧后可产生多少公克的二氧化碳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化学反应方程是如下 这个方程是告诉我们一默的酒精会产生两默的二氧化碳 那么现在92公克的酒精是多少默呢 前一小题已经做出来了 92公克除以它的分子样46 所以是两默 所以现在有两默酒精就会产生四默的二氧化碳 那么一默二氧化碳的质量就等于它的分子量 二氧化碳有一个碳,一个碳原子量是12 有两个氧,一个氧原子量是16,有两个氧脆乘2 所以加起来就变成12加上32就是44 所以二氧化碳的分子量44 就表示一默二氧化碳有44公克 现在我们有四默的二氧化碳,一默是44公克 所以算出来是176公克 因此第26题我们说酒精完全燃烧后 可产生多少公克的二氧化碳 我们答案选的是租176公克